绚丽的灯光艺术 投影在台北四四南村的历史墙面上 述说着四四南村的前世今生 首档Light Up南村有光灯光艺术展演 由旅美影像设计师孙瑞宏亲自操刀 让入夜的四四南村充满了惊喜与想象 主要的它是有透过眷村的历史 然后我们把整个的故事分成了五大章节 那从过去好比说四四冰工厂的一个故事 然后一路到了居民的过去在眷村里的生活 然后到了城市的变迁 然后以及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是火焰 因为以前做手榴弹 所以它对于火药或是烟火或是节庆这件事情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处理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未来的时空交囊 那我们可以希望把台北市带到一个未来 这样子的一个意向 这项南村有光灯光投影 是台湾首度展开长达三年的户外灯光艺术演出 由台北市政府与南山人寿共同赞助支持 邀请艺术家运用科技与3D投影 将四四南村的老墙面画为巨型的艺术画布 市长柯文哲亲自参加首场活动 并感谢南山人寿发挥企业的工艺能量 来活化四四南村这座历史建筑 那当然谢谢这个活动一定要很出钱嘛 对不对 谢谢那赞人寿 这个企业现在流行叫ESG 企业工艺景象 发挥这个工艺能量 给台湾年轻的世界艺术家许多支持跟赔利 我想南村是台北市第一个眷村 能够有这样子一个长期的艺术计划 其实我们非常的高兴 也很肯定谢谢南山能够来支持这些艺术家的创作 那我希望这三年内呢 可以有更多的这个艺术作品在南村做展现 让南村更加的丰富多元跟美丽 那其实南山人寿的总部就在这一边 就其实就在马路的对岸而已 那我们其实很荣幸能够在这个机会 能够来协助这个计划 那来协助台湾优秀的艺术家 能够在未来三年的时间里面 每一两个月出了一个新的光雕艺术 南村有光灯光艺术将于每晚的七点 八点九点整点投影演出 每两个月由台湾在地的视觉艺术家 与影像艺术家接力创作 以老建筑为画布 让人看见新的艺术角度 也将成为台北夜晚的一处新亮点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